比如说抽烟的人 他一时戒烟实在讲很难 所以有人呢 他就买一根假的烟斗 然后就把它放在嘴巴上 慢慢慢慢取代那个真实的香烟 我没有说这种方法好坏 我是说有人这样做 当然戒烟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是买一包你最喜欢抽的香烟 就放在这个地方 我闻得到 看得到 拿得到 但是我就是不抽 这种人最了不起 对不对 我要戒烟哦 你们不能抽啊 你抽我也要抽啊 而不能让我看到 你永远戒不掉了 你有没有这样面对 你自己的问题的勇气 你有没有这种坚毅不拔的决心 全在这里 看得到 摸得着 一抽就有 不困难 但是我面对他 我就不抽 我爸爸是投钱 我从小我爸爸就叫我 点烟给他抽 因为他在忙着事情 诶 四江 给我点个烟斗 我就点烟 点烟哪里有不抽的 所以我从小我就会抽 而且名正言顺的抽 因为爸爸叫我点烟嘛 但是我是不抽烟的 因为我觉得抽烟 第一个 太花钱 你看你抽的烟就足够你 买很多东西嘛 第二个 藏起来牙齿 一定是黑黑的 很麻烦 第三个 越来越多的地方 它是禁烟的 那你就很痛苦 我就是这么几个观念以后 我就不抽了 这么几个观念以后 也是好